河北就是燕照慷慨悲歌之地 古称冀州 东陵渤海西环太行 北为燕山 燕山之北则是苍茫辽阔的张北草原 滨海湖泊在这里交相孤应 山地草原与此处日月同辉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这片复树丰饶之地 同样也孕育出这里独树一帜的美味佳肴 水滨泽畔 殿边河旁 广阔的水域繁密的水网 使河北人的餐桌上从来不乏重重于仙的身影 原始粗犷的氨基酸带来食材本味 最高境界的味觉体验 成了河北人舌尖上最重义的味之仙品 摇探白羊水翻开远树丛 流瓶拨不动 脆色满湖中 小鼠一过 闷热如蒸笼 白羊店湖面蒸腾出的阵阵阴晕水气 抚平了一方万物 陈爱军土生土长的河北人 从小在此店边长大 与这里最是亲密 今天他要为自家餐厅寻觅一位绝佳仙品 今天咱们来半样店 选这个半样店炖炸鱼的食材 半样店的睡好 这个鱼你所说没有腥味 没有吐腥味 最适合做这个半样店炖炸鱼 背靠辽阔炼的白羊店 这鲜货鱼品 自是家家饭馆都少不了的特色 白羊店炖炸鱼 其中白羊店炖炸鱼 便是鱼仙菜肴中的 头号实力派 这个白羊店炖炸鱼 是这个店的一个特色菜 它是开始叫猫鱼 猫鱼都是后来经过 后来又半蒸半煮 然后到现在煮的改进 改成现在是炖炸鱼 这个炖炸鱼一吃就知道 是咱们白羊店的鱼 味道特别鲜美 而且它的肉质非常的细嫩 出了白羊店就吃不到这个味儿 酒和下烧的白羊店 鱼虾零偶自是繁杂 优良的水质 常年酸碱值在七至八之间 酸碱适中 十分适合鱼类生长 这伴养灰的�주세요 伴养的鲤鱼 鲤鱼 鲤鱼 这都是这个很多 所以说伴养养的鱼类你是炖炸鱼地 一般都悬用这个中中型的鱼 所以说这叫炸鱼 一般都是在物种以上 留在物种的鱼enza 这半样点的鲤鱼 鲤鱼 嘎鱼 这都是很多 所以说半样点的鱼呢 炖炸鱼呢 一般都选用中小型鲤鱼 所以说都叫炸鱼 一般都是在物种以上 鲜活鱼品 捕获不易 想成就佳肴 定要经过一番较量 好 又一条鱼 这半样点鲤鱼 这半样点的炒鱼 鱼鱼 好 这鱼还不少 捕捞 掂量 对比 这是老陈对自家食材的严格把控 更是对餐桌之上美味的极致追求 白羊店炖杂鱼的滋味 既不是朝越水产的那般清淡 亦不如川鼠鱼味的那般浓烈 它是鱼家本味 追求食材的至真至味 口感自成一派 来 盖杂鱼 好的 厨房 厨房 二号 三号桌 加一份白羊店 盖杂鱼 鲤鱼 黑鱼 嘎鱼 鲜鱼 鲫鱼 活蹦乱跳的五类鱼品 被置于老陈的主战场之上 而他们也将迎来一场寻仙的美味征程 新鲜打捞的鱼品 现杀现作 刮去鱼鳞 去除内脏 整个过程要求又快又静 既能在最短时间内去除鳞片 又要不伤鱼肉 保持鱼表光滑无痕 开火 一口直径五十厘米的铁锅置于灶上 颇具传统气息的瑜伽铁锅 以为食材添添了一丝难得的香叶意趣 锅热三分 半斤清油倒入其中 八角爆香提味 葱 姜 蒜 去腥增鲜 黄酱 质地干硬 加香醋 酱油 调和均匀后倒入锅中 加水 倒入鱼 大火熬制 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鱼肉中的氨基酸和蛋白质被充分释放 鲜味在这一刻被瞬间点亮 等待鱼肉从生到熟的过程中 老陈开始制作炖鱼的最佳排档玉米饼 新鲜的玉米面倒入清水活成面团 咱们炖炸鱼啊 玉米饼子是不可缺少的 是吧 玉米面你是选用当年的新鲜的玉米面 是吧 咱们的铁路锅里边叫半蒸半煮 是既鲜美味道 而且还脆 味道特别好 玉米清甜香细 自带温净人的敦和气质 一直是南北通吃的硬通货 被一些人认为是黄金作物 更是古类食物中名列前茅的保健食品 玉米中含有大量的卵磷汁 亚油酸 纤维素 具有降血压 降血汁等诸多保健功效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 锅中的鱼肉微熟变色 和好的玉米面也被老陈捏成饼状 沿着锅边一个个紧贴锅壁 盖上锅盖 温火慢焖 不一会儿即可出锅装盘 白羊店炖杂鱼 刚上桌的白羊店炖杂鱼 色泽鲜艳 汤汁浓稠 淡淡鲜味席人 锅边烤熟的玉米饼色泽金黄软香温润 入口的瞬间 鱼肉如慕斯般细腻的口感 在口齿中慢慢化开 嫩滑绵软 再配上吸足汤水的玉米饼 鲜香似意 这鱼呢是偏酱香口味的 肉呢比较嫩 挺好吃的 还有浓香味 跟我们的当地广东人 炒出来的口味不一样 这个炖杂鱼的味道让我想起来 老了用大铁锅给我炖的杂鱼的那种味道了 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